约拿跟纳红书 这两卷书 它同中取义 他们相同都是对着亚述 都是对着尼尼威法预言 那么 它最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一个是早期的 一个是晚期的 那么早期的是神要去赦免他们 那么晚期的 神传信息 神要审判他们 那么我们请特别注意到 当约拿在那里形容神 说神是不轻易发怒 底下的话是什么 这是第四章 他说 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 不就这么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哉 所以在这个不轻易发怒底下 他对神的认识 是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哉 那么在纳洪书 我们请注意到第一章第二节 他在这里所形容的神 也是不轻易发怒 但是底下接着是什么 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这两句话 两个先知都讲到神 是不轻易发怒 但是他却也给我们一个 非常平衡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神的确是不轻易发怒 他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常常不降所说的哉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虽然不轻易发怒 但是他也断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约拿在这里所强调的 讲到神一定会赦免 那些真心悔改的人 强调了神的慈爱 纳洪在这里讲到 他强调了神一定会追讨 那些仍然活在罪中的人 强调的是神的公义 所以我们从他们所引用的 他们对神的认识这两句话 我们做一个比较 可以发现他相同的地方 跟他不同的地方 约拿所强调的是神的慈爱 那句话所强调的是神的慈爱 纳洪所强调的是神的公义 那么约拿书跟纳洪书 都用什么做结束 你们有没有想过 都用一个问题做结束 我想如果我们参加过 这种辩论的训练 或是这种你看过人家辩论 律师 检察官在辩论的时候 那种最高明的辩论 常常在结论的时候 结束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讲完以后 他底下话都不用说了 因为等于把事情 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你自己去想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所以约拿记跟纳洪书 都是用问题做结束 这个问题在约拿书的结束 就说 尼尼微诚 不能分辨左右手的 有十二多万人 并且有许多的深处 我岂能不爱惜呢 当你越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越能够体会神的爱 对不对 那红书 你所行的恶 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你越去体会 就越能明白神的公义 神为什么要审判 尼尼微 所以你发现他们两个作者 对象都是尼尼微 他们都在传神的信心 但是他们让人认识了神的慈爱 另外一个人让我们认识了 神的公义 这是他们在同中取义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 一方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带着感恩 带着喜乐 带着荣耀的盼望 我们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对我们周围 所有的环境 不管多大的难处 我们仍然知道 自高者在这里掌权 我们不要害怕 所有不公义的事情 所有强暴的事情 所有仇敌的猖狂 神都知道 我们接着祷告 我们耐心的等候他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到的时候 神说再有一点点的时候 我的愤怒就要结束了 这些葬 这些管教就要停 我要开始刑罚 亚述了 他有他的时候 然后他有他的方法 人看 丽丽威不可能倒的 丽丽威不可能被攻破的 丽丽威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他的护城河 但是神就让他 毁在他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借着护城河 毁了丽丽威 所以丽丽威 神有他的方法 他的手段极其巧妙的 我们要相信 我们所信的是谁 好不好 小是 莫共吉威 敬 الظ